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我们轮延投股的杨天迪杨老师 老师你好 股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股票好 你要股票会说话 股票好我们就赚钱 那么真的 今天的台股又持续地往上涨 今天上涨了70点 指数说在10711点 成交量的部分是1243亿 今天涨幅是0.66个百分点 加权指数的部分 但是ODC指数的部分 昨天是跌 今天是涨蛮多的 今天涨了1.06% 所以这个是细节当中 有什么样的发现 我们在操作的部分 请教老师 细节里面我们看到魔鬼 魔鬼藏在细节里 可以变天使变成浅吗 我一直搞不懂 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 看有谁能够告诉我 为什么魔鬼会藏在细节里 问郭台铭先生 为什么不藏在别的地方 要藏在细节里 那不管如何 这一次的走势 真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强 我原先认为 不可能形成V型反转 那现在不只是形成V型反转 而且是波段涨势在开始 当然连续两天的一个大涨 或者连续几天 我们从10200点 然后一路涨到10700点 那涨了500点 很多人说会不会怕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害怕 那跌的时候你也害怕 涨的时候你也害怕 有亮的时候你也害怕 没亮的时候你也害怕 那你到底怎么样才会不怕 但就是跟着杨老师就不怕 所以我想连续性的一个大涨之后 很多人就会开始 有了空方的思想 譬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就像我一个朋友 他在问我 这个杨明光可不可以空 好 3504的杨明光可不可以空 我是这么告诉我的朋友 我说杨明光就整个 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我真的找不到它的利基 那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想去空杨明光 那我朋友是这样回答 他是说 其他的光学股都跌了 只有杨明光没有跌 听懂朋友 这就是玄机了不是吗 别人都跌你不跌 是不是代表你有玄机 所以我不管你后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利多 但是你去空这个不会跌的股票 是不是代表你的思想是错的 对吧 听懂没有 空头的听懂没有 如果你有空方的思想 你最会空的什么 强势股 只有一个理由 让你去空他 涨高了 对吧 常听到就要说 哎呀 这个股票涨高了 要来空他 你真的是因为涨高而空股票吗 我跟各位谈 说今天杨明光涨停板了 那我们先不讨论他涨停板 其实就我原先的想法很简单嘛 如果其他的二线光学 全部都会摔回原点 那只有杨明光不会摔回原点 你应该空的是 其他的二线光学不是吗 买要买什么 强势 空要空什么 弱势 可是你们都倒过来不是吗 你们最喜欢买那个已经跌一段了 跌升之后 然后就抢他的反弹 你最喜欢空的部分 就空那个强势的还没有跌下来 将来会补跌 你脑补很厉害 我常在讲 你脑袋里面去补啊 这个补一些你的空间 我跟各位谈一个东西 股票不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我再讲一次好吧 股票不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那他会因为什么要下跌 如果他的基本面没有跟上去 他将来自然会下来 所以我不知道阳明光后面有什么基本面 目前没有了 但是股票不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如果股票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最该跌的是谁 大力光嘛 大股王 他的股价已经五六千块了 你为什么不去空大力光 对 股票不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因为为什么会谈这个东西 是因为当时 我有特别会员 那刚加入我 他说 老师老师我们来空大力光 你知道那时候大力光是股价多少 一千块 对一千块的时候 当时就想空他 他就想空他 我说为什么要空他 这涨太高了 好 一千块涨到快六千块 有人说这样子叫做看他不顺眼吗 对啊 涨高你就不顺眼 我有跟他谈到 我说股票不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而是有没有反映完他的基本面 如果今年的大力光可以赚两百块 明年的大力光可以赚三百块 那我问各位 大力光股价会不会跌 好 当然如果明年的大力光赚不到三百块 而是赚到一百八十块 那就一定会跌 就是获利会衰退 所以股价在反映什么 反映他的EPS 好 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 老师你看那个环球金冲那么高 之前我们做过 后来没有做了 那环球金冲上创了挂牌来的新高 股价涨很高了 涨很高 今天的环球金再创挂牌新高 再涨三个百分点 好 这个再创挂牌新高 那你可以因为环球金涨高而空塌吗 对吧 很多人 我记得很多人 一金光再涨到一百块的时候就空塌了 为什么 五十涨到一百 涨了一倍嘛 那空塌之后呢 一百涨到五百 所以听到没有 我觉得啦 这个不管你怎么看这个行情 我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你要做多 买牆室 做空 空弱室 当然有另外一种做法啦 就是我不一定要去追牆 那我先找第一位接的布局 那这个地方要有眼光咯 你要有杨老师的眼光 才会在一百二十三块 进去买3105的纹帽 好 今天我们要涨停板 好来到两百三十六 你一定要有这个眼光才行 你没有这个眼光 那你买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布局 现在很少人在布局了 我觉得很少人在布局 是因为大多数的人 会用短线的角度去看股票 所以你会很在意你的股票 有没有涨停板 我也很在意我股票有没有涨停板 因为我的股票只要涨停板 就一定会回档 所以稳帽今天涨停板 明天就一定会回档 我就告诉你就是这样 他的概念上是这样 这一类的股票 不需要你涨停板 一直涨你就好 对啊 你一直涨就行了嘛 好 就像我拿我现在 还有的顺德为例 那我一直跟各位 谈了一个观念 就是说 其实做股票的关键 是在于你的观念的改变 所以 今天有个客户 有打电话来跟我聊了一下 他说 他欣赏我的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我长得像金城武 不是啦 不是 一二三四五的武 不是长得像金城武 而是什么呢 而是我的股票 我会事先告诉你 我在买什么 我也不怕你知道 但问题是 你能不能像我有那么大的耐心 去报老他 真的 真的 对吧 所以顺德 我从去年讲到今年 我从去年的三十几块就跟你谈顺德 我们买进去的成本已经降到了29块半 然后到现在来到今天的顺德 二三五一的顺德 再涨 再涨4.5个百分点 我的成本在29.5 完全都不管它 收盘看一下 涨了4.5个百分点 82.8 太嚮张了 对这一波的涨势已经涨到84.6 好强喔 我带我会员一张的股票 我们算帕数啦 我带我会员做顺德 从去年的29块半 到今年的84块6 我已经赚了2.8倍 股价涨了2.8倍 我赚了1.8倍 也就是说 如果去年你跟着我买进 100万买进顺德 现在的你的市值是280万 我还抱着 这就是一个关键啊 老师那个顺德涨高了 怎么可能因为涨高 而是顺德后面 还有没有立即往上走 顺德做什么 车用导线价 那然后呢 它是谁的供应链 Tesla 对吧 特斯拉的供应链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就是奇珍跟我配合很久 就知道 我常常不太管顺德 收盘看一下 今天涨了4.5个百分点 老师都是来这边才看一下 你知不知道当时的张三峰 在教张无忌那个 这个太极拳的时候 他问一句话 说你还记得多少 张无忌说 他们已经忘掉了多少 到最后全部忘光光 张三峰才说 你出师了 你出师了 其实真正的做股票也是一样 手中有股票 心中无股价 那才是最高境界 但是大多数人是手中有股票 心中无股价是因为套牢太深 不是 杨老师不是 杨老师是赚得太多 赚得太多之后 我已经不太在意你的股价的波动 我只在意你每个季度的季报如何 你每个月的营收如何 一旦出现反转的状况 我会把我的基本上把它卖掉 就是我29块半买进的顺德 我会把它卖掉 那现在有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问题耶 9月营收 还不错 创了三年来的新高 9月营收正在创新高 所以我问各位 顺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抱着嘛 第三季财报看一看 如果如我预期 可以赚到一块二到一块三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不得了 如果赚到一块半 我就给他股掌 我就给他拍拍手 这个好朋友 继续赚 继续赚 所以我们在做股票 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在于什么 在于股票 这档个股它未来的成长性是如何 对吧 听众朋友 所以股票会不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不会 股票是反映完它所有基本面的因素之后 它自然而然会下跌 我讲的这些都是基优股 那至于炒作型的股票 不予评论 因为我根本不会去碰它 这就好像郁金官要涨到哪里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不会去碰它 因为我没办法去衡量一档个股的基本面的时候 我有一千多只股票 快两千只股票 我干嘛一定要买到于金光啊 我可不可以买到一二三买到文贸 我可不可以一五买到日游 我可不可以九十六块买到金顶 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听众朋友 我可以十二块买华邦店 对吧 这才是关键点 我带会员买华邦店的时候才十二块 12块三而已 LINE上面也有讲 对 LINE也推荐 你是三月份就加入的 你就知道我三月份推荐的股票是什么 华邦店 二三四四的华邦店 现在华邦店不是热翻天了 对 已经 如果从那时候到现在一倍了 超过一倍了 一倍超过 最高已经接近三十块了 十二块 我们没有减资哦 我们不像望红的人家 是减资之后再跳上去 我不是哦 我华邦店是十二块买的哦 最近的高点已经接近三十块了 所以我常在讲说 其实做股票就应该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就要回过头来 我现在开始回来谈大盘 那连续性的大涨之后 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害怕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不是在于这个指数大涨 而是成交量如何 听懂朋友 听懂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昨天有听节目 也比较知道在讲什么 昨天有教学 对 如果成交量是连续性的大量 主力很容易在大量里面 怎么样 边拉边出 对吧 如果是连续性放大量 我反而会逢高站在卖方 但是我昨天有讲说不太可能 我认为台股的多头没有结束 所以今天的量会缩 然后呢会换小型股上来 你今天看一下 中小型股的OTC指数 是不是涨幅超过加选指数 OTC涨了一个百分点 昨天跌了将近一个百分点 今天全部涨回来 全部涨回来 所以你会回到一件事情 那你会再问一个事情 那昨天那些中石库在卖什么 你想想看中石库在卖什么 你身经病啊 昨天卖股票 今天给我买股票 今天中石库全部回来了 全部回来 没看到那个金店怎么涨的 你有没有看到中美金怎么涨的 中美金涨停板 把我洗掉 我昨天卖在68块半以上 今天涨停板了 我看一下多少 遗憾了 好生气 今天收在74块 可是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那代表我当时的思路是对的 对吧 我虽然被它洗掉 但是我的思路是对的 老师你也太实在了 没有关系啊 我很多股票会上来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当时买中美金的原因 是因为它持有22.2万张的环球金 持股成本 是77块半 那环球金的股价 现在来到340块 哇 那一张赚多少 一张赚快300块 那22万张可以赚多少 这是中美金会上的原因 第二个部分 中美金持有环球金是50.84% 所以环球金是半导体细菌源 最近在涨价 所以环球金会赚钱 环球金赚的钱 有50.84%会贡献给中美金 所以中美金会赚钱 这是我当时买它的原因 当然 我被它洗掉 被它洗掉 但没有关系 我现在把整个重心放在哪里 车店 好 你待会来看一下 所以我刚才谈到 我说如果昨天的中石户卖出去 今天又买回来 代表什么 昨天他害怕嘛 好 所以昨天中石户很害怕 害怕那个成交量1500亿 然后今天成交量 有没有连续放大量 没有 听众朋友 今天成交量 今天涨了70点 成交量只有1244亿 这说明什么 说明量已经开始在沉淀 它不是连续大量 就没有出货疑虑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再讲一下 头部是在乐观当中之下形成的 同不同意 同意嘛 你乐观吗 你昨天是不是很恐慌 有点担心 连我都有点担心 去调节调中美金 你会不担心吗 所以既然如此代表 大家都很谨慎 既然大家都很谨慎 有没有极度乐观 没有啊 那没有 怎么形成头部 会拉回啦 但怎么会形成头部 不会嘛 所以这个地方结构 就安心的做多就好 好的 那我刚才谈到 我买的是车店 我最近在布局车店 我不管你盘面是涨太阳能 涨LED 还是涨什么什么 什么其他拉拉扎扎的东西 我一样锁定我要买的部分 所以呢 在最近的时间 我不知道你在盘面当中混了多久 你一下混这个 一下混那个 我在143 带会员买进了 核大 1536的核大 核大今天最高来到 156块 一张13块 10张13万 好 这个143买进的 核大在今天冲高到了156块 买核大是什么 它的9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 核大又是Tesla的减速齿轮箱的独家供应商 然后呢 我买170块买进的胡莲 175还买 然后180块 今天我继续再买 减收盘于180块 好 所以不管如何 基本上我从170可以买到180 那我的胡莲买它的原因在哪里 买的是什么 当你在追逐盘面的 这个活跃的股票的时候 我再买我要的标的 我买胡莲是因为它是比亚迪供应链 它又是吉利汽车的供应链 那这个 它的中国大陆的市场 占它的比重超过五成 那现在中国的车市要回温了 谁会受惠 胡莲会受惠啊 但是呢 我170块跟你讲的时候 你不相信啊 170我继续再买 你还是不相信啊 180我继续再买 我不知道明天你会不会相信 很多老师 你怎么会先讲 我怕你 我很多人会担心说 老师你先讲 我告诉你 我先讲 你都不见得买 我143讲说 我买何大说 你有买吗 今天已经156了 是 信邦我从75块买到80块 我一样讲给各位听啊 最高冲到88块 今天是今天小跌了 好像收在86块 是 但是呢 你会发现到 我在冲容布局 当你在盘面 一直在找寻主流的时候 我已经很明确的 告诉我会员 我就是在买什么 就是在买所谓的车店 所以信邦叫做 蔚来汽车 那这个 他打入蔚来汽车的供应链 而蔚来汽车是中国的 Tesla 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特斯拉 所以是电动车的概念 包含了 正威也是一样 43块 才买正威啊 所以正威这两天 冲上来最高冲到47.9 那正威是做什么的呢 他是做车用涂料 他也是Tesla的供应链 然后再回来到我们的顺德 顺德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顺德是Tesla的供应链 从29块半涨到最近的高点 84.6 我们大涨了2.8倍 大涨了2.8倍 所以最近布局的股票 那么将是车用散热的 像是建策 3653的建策 今天也拉起来了 今天也拉起来了 我不管你们在盘面当中买什么 我只要带着我会员 买进我要的方向 我常在讲说 如果大盘的头部 是在极度乐观下形成 而你正在恐慌 散户正在恐慌 或者审户正在谨慎 我们不要说恐慌 那我问你 大盘会不会形成头部 不会嘛 那如果不会 那拉回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要买股票 对 我的做法很简单 我选择的是 能够由基本面去做一个思考 所以我是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我的重点在成长 所以我买进了成长股 像我买进了2049的上银 我跟你谈过 它叫做什么 送分题 什么叫送分题 就是它就告诉你 它业绩好的不得了 那你要不要买 所以从230买 第一次买230 第二次我们进场是260 今天的上银 最近的上银最高是296块半 今天收盘叫291块 如果我问各位 一档公司 它的缺料到明年的上半年 那它的股价会寂寞吗 当然不会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 很多投资朋友 在做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找不到方向 我的做法很简单 GEO股我用价值来衡量 找它成长性 然后带会员去做切入的动作 而我目前正在布局车店族 这个产业报告的资料 我也送给各位 那我刚才讲的那些股票 全部都在车店族里面 所以这一部分 我会带你慢慢来做布局的动作 欢迎各位 能够跟上我们重新布局的脚步 是 好 谢谢老师的分享 其实呢 昨天老师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有一些听众朋友 或是投资人 他很追求短期的获利 那但是呢 其实真的是长期 而且呢 这个很好的布局 然后比较大的资金的部位 放进去的时候 那个获利才真的很可观 包括了像刚刚老师 也跟我们分享 从去年的这档顺的 真的是一档传奇 从当时的三字头 对不对 到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八十多块钱了 哇哦 而且呢 还参与了中间的一些 除息 除息的部分 真的 所以的成本又在更降低 才可以这样子 每天收盘再看一下就好 但是呢 股票就是一直涨 只要它的基本面 还有未来成长性没有改变 其实听起来 操作股票没有那么难 好啦 谢谢杨老师的慧眼独具 而这个精选出来的 这些好的车店股 该如何来做掌握呢 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的话 欢迎您可以加入老师的免费LINE 或者是呢 来电咨询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直接哦 在LINE上面呢 ID搜寻 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就可以得到杨天亭老师 盘中最及时的个股资讯 同时呢 不定时的也会有好的个股哦 这个产业研究报告 分享给大家 不是天天哦 因为呢 这样子等于是 一天告诉你很多档股票 就表示呢 不是推荐最好的给你哦 那姚老师都是精选之后 提供给您 而如果认同老师的操作 或者是想要知道老师 更细节的进出的话 也欢迎您 可以来电咨询 02-2321-9933 2321-9933哦 好 老师最后还什么补充吗 对 我认为 做股票不用太紧张 轻轻松松的布局 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想现在市场都还没有把焦点放在车店这一块领域里面 我会带你匆匆融融的布局 匆融布局才能够轻松赚 否则每天在排面当中寻找强势股 我觉得你会很累 因为做股票可以放轻松 好 谢谢杨老师的分享哦 好 老师的操作 还有选股逻辑 都一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也欢迎您来电咨询哦 好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感谢轮延投顾 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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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齐珍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庙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 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 股市战将 华兴投顾林何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26号 好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股市战将 好 节目当中呢 赶快来邀请到专家 就是我们华兴投顾的 投资研究部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总顾问你好 嗨 齐珍好 大家好 是林何彦 好 那么我们在台股 双十国庆之后呢 台股非常的强劲 昨天呢 是大涨嘛 对不对 今天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劲 而且呢 今天有再创新高了 指数呢 盘中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10700点 其实收盘呢 也是在700点之上了 好 那么在今天的量价的关系来看 或者是呢 在个股的部分呢 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我们在操作的部分 老师 请教你咯 好的 又是开心的一天 双十节过后连涨两天了 开不开心 是 很开心啊 如果有赚钱就开心啊 如果没赚钱的话 那可能会垂心肝哦 我相信在四天假期前 很多人还抱持着很悲观的看法 就没想到 国庆过完之后 连续两天都大涨 昨天涨一百多点 今天又来六十九点 两天加起来就快两百点咯 很难得台北股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看这一次在半年线 一万零 两百三十点 当时全市场大家吓坏掉 很多老师在恐吓你 多差 多差 多危险 多危险 当时只有林特彦一直跟大家讲 全球都很好 台北股市不会破半年线 净路没 很多人可能听不下去 可是事后证明 也是我丢啊 从一万零两百到现在 一万零七百 五百点咯 已经五百点了 这五百点你如果有听林特彦话的人 那应该是很开怀的 应该是很开心的 五百点 五百点算什么 我昨天讲过 九月份全球股市都大涨 美国 欧洲 乃至于亚洲这边 南亚的部分 在九月份都是创历史新高 全球九月份只有台北股市跌啦 你说这会是继续下去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一直肯定跟大家讲 半年线不会破 有原因的啦 我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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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意义嘛 对不对 那事后证明 又是林特彦队 全球股市继续涨 昨天道雄继续创历史新高 欧洲股市的部分 昨天德国也继续创历史新高 那今天南韩也是继续创历史新高 大家都好强啊 那台北股市能够不跟上脚步吗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涨五百点有多了不起 涨五百点其实我们跟国际比较起来 我们还严重落后 我们还严重落后 昨天成交量 一千五百亿 又有一些杂音说 啊这个一千五百亿量太大了 很危险 很奇怪 人就是这样 你看放假前都只有一千亿 就有人说 只有一千亿量没跟上来 这是假性的 这是无量反弹 这是弱势的 没弱势 啊昨天量出来了 又有人讲说 啊量放那么大很危险 那到底是怎么样啊 没量也不行 啊有量也不行 一直怕 又很想赚 总而言之就是没信心啊 是啦 我说白一点 总而言之就是没信心 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要说疑心生暗鬼 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就会找一大堆看坏的理由 去堂塞自己 你账怎么可能会赚得到钱呢 你如果听了你听我的话 这波账五百点上来 你就乖乖的跟我做多 你钱就赚到了嘛 对不对 你荷包里面的钱就增加了嘛 账户里面的钱就增加了嘛 那今天量一千两百亿 比昨天少了三百亿 可见得今天继续涨 很多人还是不敢追 你看昨天外资在台子旗部分 大买净多单五千多口 外资目前拥有台北股市 台子旗的净多单 现在五万几口跌 昨天外资也大买台股 九十五亿 这是一个半月来买超最大的 所以我说外资 到最后还是要归队啦 真的昨天要归队了 你看连外资都归队了 那你还在等什么呢 是不是 一个人如果没信心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我在上个礼拜 有跟大家分享过嘛 古神巴菲特 对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周刊在访问他的时候 他讲什么 一百年之内 稻穷会破百万点 记得吗 记得 很多人都说天方夜谭 我当然也不知道 因为我看不到那一幕啊 对不对 我也不可能再活一百岁啊 可是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的是股神巴菲特 我们股神对于股市 他有这么强烈的信心 难怪他是在股票市场上面 赚最多钱的人 你要学习人家那份信心嘛 对不对 好啦 你如果真的没信心 没关系 在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 10月14号 下午的台北 下午台北场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讲座 这场讲座里面 我会把历年第四季的行情 摊开给大家看 我让你看三十年 你说一年两年 那是碰巧 那是刚好 那如果三十年来 第四季的走势 都是那个样子 那你总该要信了吧 所以这个礼拜六的讲座 我会把连续三十年来 第四季的行情 完全摊开给你看 让你看到真实的一面 我的用意是要让你心能够安下来 心能够定下来 那你搞好就贪钱了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这行情刚刚开始而已 你不要看它涨五百点了 这行情才刚开始而已 每年第四季 都是最好赚钱的时机 你千万不可以错过 你千万不可以疑神疑鬼 所以你对这个行情 还没有信心的 心情看不下去 做空的 有啦 现在农券还有五十几万张 还真正办空中 尴尬到 你看不懂行情的 都来都来 报名来听礼拜六的讲座 礼拜六下午台北的讲座 我把连续三十年 台北股市第四季行情 我摊开给你看 我就是要定你的心 我就是要安你的神 你要来听我讲座之前 你可以先到行天宫 去收一下经 让自己三魂七魄 先定下来之后 然后再来听讲座 然后看了三十年的走势之后 你就会恍然大悟 原来接下来行情会这样走 那这样我保证 你第四季 再赚个五十% 在你身上就会发生了 所以昨天我们开始接受预约报名 你还没报名 还没有报名的 今天等一下广告时间 赶快打电话进来报名 好的 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 美国继续创历史新高 那包含道琼 NASDAQ都一样 德国的部分 也是继续创新高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南韩 已经连续三天创新高了 今天日经也大涨了快一百点 香港也创十五年新高 那台北股市涨个七十点又如何 应该的啦 这只能讲应该的啦 好嗨 可是重点是你要买对 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一句 你爱买对 今天台北股市在指数的部分 台积电 涨了两% 大力光 涨了215元 红海 只有这三个股票 加起来占指数 已经大概五十几点了 这样懂意思吗 今天涨70点 大力光 台积电 红海 加起来 已经践几数 践五十几点了 所以很多股票 涨跌是不占指数的 所以选股选对 你就会赚钱 那选错 那就很抱歉 那就很抱歉 所以我说你如果选错 很容易赚的指数 结果赔了钱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20家涨停板 有50家涨5%以上 有116家涨3%以上 所以赚大钱的机会很多 重点是你爱买对 你要买对 很多人就是看着盘面上 今天什么股票强 就去追什么股票 那个叫盲目 那叫盲目 盲目的结果 很容易变成追高杀低 最近很多 涨一天 隔天就一路杀下来了 所以你要事前 做好准备的功课 当你准备好之后 你要说机会是给怎么样 给有准备的人 不是盲盲目目 随便乱追 就能够赚得到钱 如果股票市场 那么简单的话 大家都好贵人 所以事前的准备工作 是很重要的 你看林何彦节目里面 我每天讲的股票 都差不多啊 我说的股票都差不多 我不会说今天讲这五档 明天换另外五档 变来变去 那个就欺骗 林何彦如果是那种欺骗的人的话 我不可能再投顾那么久 我民国83年 进投顾代会员到现在 我光是在投顾当分析师 就已经多少 23年了 83年今年106年嘛 对不对 就23年了 如果林何彦是那种 欺骗手法的人 早就get out了 对不对 早就被赶出去了 所以你看我节目 每天我讲的内容 其实都差不多 就好像演连续剧一样 每天跟大家追踪股票都一样 因为那个就是我们 会员在操作的标的嘛 所以你觉得不错 你可以跟着我做 我的选股其实方法很简单 我跟大家讲过 我只买 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底部GEO股什么好处 既然是底部 它没有风险嘛 只够没去而已嘛 顶多没有涨 也没有风险嘛 可是一旦如果发动起来 50% 50%的赚 很开心啊 财经 91% 三个个时间 神盾 52% 两个月时间 纯身 三个个 两个月 75% 长期锁定我节目的人 也不用长期啦 最近这两个月 你有锁定我节目的人 你们都看到了 对不对 上个礼拜 6.1.2.1的 新浦也是啊 156开始跟大家讲 讲完之后三天之内就拉涨停了 涨到187 这两天压回 我跟大家讲过 新浦有压回就是买 今天最低点176 我通知我的会员 175 有来都收 很高兴 差一口 没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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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差 我们会员156 160 一路买上来的 对不对 也20%啦 今天 2448金店 涨停板 我没有啦 我坦白说我就没有啊 涨停板 对涨停板有什么关系 经店我是觉得太高了 我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会员25块钱买 32块钱卖掉 8月份的时候 30再买 41块钱又卖掉 那我觉得经店 已经从25涨到40几这里来了 我不追高 我跟大家讲过 我不追高 所以经店 今天涨停板 涨停就涨停啊 我的股票今天也涨啊 低润股的历程 今天也大涨 3.3% 给你去3块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低润我看好什么 历程跟威刚 有没有 有 历程是国内最大的低润 后段封装测试 从105压回到84 我们会员88块开始买 我每天讲每天讲 你有买吗 今天 93块半了 今天93块半 还有很多底部刚要起涨的 哪些股票 第四季会赚50%的 会涨50%的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跟大家分享 大家进来报名 好 就像何彦总顾问所说的 股呢 好个股 都是每天 持续的追踪 而这些呢 都是家族朋友 手中有的 如果听众朋友 想要知道更详细 欢迎您来电骑询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何彦总顾问呢 在这一个礼拜六 下午在台北有第四季 再赚50%的精彩的演讲 欢迎听众朋友 透过了02-239-239-88 02-239-239-88 直接先预约登记 好 老师在这场演讲里头 到底要说什么呢 请教 好的 礼拜六 10月14号 10月14号礼拜六 在台北下午2点 我有一场讲座 演讲主题 第四季 再赚50% 第四季 再赚50% 有人可能会怀疑 现在已经1万 空七百点嘛 还真能够赚50%吗 你如果认为不可能 那它在你身上 就不会发生 你认为 有那个机会 那你来听讲座 我把连续30年 第四季的行情 完全探给你看 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要怎么样做 要选择什么样标的 才能够让第四季 再赚50% 第四季50%赚下来 这个年就好过了 是 这个年就好过了 想不想开心 过个年 那就看第四季 你能不能大丰收 打电话进来报名 礼拜六 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回来 锁定我们的股市战将 好 在这一个礼拜六 下午呢 林何彦总顾问 跟大家来进行一场演讲 这场演讲呢 讲到了第四季 再赚50% 除了何彦老师 要给大家信心之外 另外呢 新的好的标的 而且呢 是底部极优的好股票 要分享给大家 欢迎听众朋友呢 来电预约登记 好 那么接下来 再请教何彦总顾问 好的 礼拜六只要有空都来听 这个关系到这个年 你会不会开心的大丰收 如果第四季 这三个月 你能够让你的资金 再成长50% 我相信这个年 你会很开怀的 重点在于 你是不是看得懂 这个行情 我把连续三十年台北股市 第四季行情 我摊开给你看 化完料 就不用争辩了啦 你也不用去担心害怕 你就知道怎么样做 你能够赚到钱 那至于要买什么股票 这个当然很重要 因为目前一笔资金 在各股之间不断在轮动 买对才能够真正赚到钱 所以你来听 我除了把三十年的走势 摊开给你看以外 同时该买什么股票 会满足你的需求 我会尽量的想办法让你在第四季 能够赚到50% 打断进来报名 好 今天台北股市又创新高 一万零七百一十一 成交量一千两百四十三亿 你看很多人还是不敢买 这个量跟昨天比较起来 如果减三百也去了 所以信心危机 在很多人身上 还是持续在发生 那刚刚讲过 今天有20家涨停板 有50家涨5%以上 116家涨3% 买对就能够赚大钱 买不对 就很难洗了 台积电也没什么好讲的 两百多块了 跟你讲台积电没意义 大力光给你去 两百十五块 跟你讲大力光你也不会买 可是我讲的底部基优股 你就敢买了 我的习惯我不追高 晶电今天涨停板 涨停就涨停啊 我们之前做过两段了 现在事实上面我觉得太高 所以晶电涨高 我不跟大家介绍 我要讲的是底部的基优股 底部基优股 只剩没去而已 你也没风险了 有些人担心 一万点之上的风险很大 那你跟我一起做底部基优股 你就不用担心嘛 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赚50%的行情 底涨股还是最强的 所以包含旺宏 华邦店 南亚科 我跟大家讲过 这时候可以去上班啊 涨高不是林和彦的风格 我不追高的 这一点 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声明 底润的部分 一直跟大家追踪两档嘛 6239的历程 跟3260的威钢 一家是国内最大的底润模组 另外一家是国内最大的 底润后段封装 封装测试 你看我历程 说几天啊 是不是每天讲 说着说着 从88 今天已经93.5了 今天正式站上了半年线 目前呈现多头排列 月线半年线 年线都站上去了 刚才开始噔噹哦 历程刚要喷出的油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过 外资在地润谷里面 重压历程 因为外资持股高达71% 华邦店的持股 也不过才15%而已 南亚科的持股更低 大概只有 也是12% 13% 望宏比较高一点 大概30%左右 历程外资压最多 压了71% 那你觉得外资会去拉哪一档 很简单的嘛 对不对 一定是在历程身上嘛 所以历程间到93.5% 也没多啦 贪5块半啦 5块半 其实也还好啦 以灵的厌来说 没有到50% 对我来说都还是小额科而已 历程你有根的 报劳哦 才刚要喷出而已 三个六年的威钢 今天去三港 今天在66块钱 哇86块钱 最高在86.8 我们上礼拜讲的时候 还在81块 也五块五块了 威钢 只要90块钱站上去 也是刚要动而已 威钢今年赚一个股本 赚一个股本 竟然股价 本比只有八倍而已 我专门在找这种 包含6121的新谱 新谱随时会再喷出去 我们156买的 这两天有压回来 哪里可以接 你还要注意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本来准备了好几档 你看2355的进棚 让我们56块钱买的 今天到61 61.5进棚只要过关 这也是会喷出去哦 8358的京剧 昨天国际同家 大家会继续大涨一趴 金居股价从63块7回到50块钱 今年光是前三季 至少赚5块钱以上 金居这支一定要注意 另外两档 第三季获利都是历年来最好的获利 股价都在历史谷底 我没时间讲 把这些赚大钱的机会 我保留在演讲会场上面 一档一档跟大家分享 让你第四季 能够开怀的再赚50% 接下来在第四季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做掌握呢 这些好的个股 持续的为大家来追踪之外 也希望听众朋友有赚到钱 因为这些个股 老师都说跌下来的时候可以买 买了之后真的有赚钱 好 那么接下来有新的个股 在礼拜六的演讲会 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做分享 欢迎听众朋友好好地把握 10月14号礼拜六 下午的这场台北的演讲会 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服务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直接来点预约登记就可以了 好 礼拜六 何妍老师除了给我们信心之外 还有好的个股 那么另外呢 如果听众朋友不客钱来的话 何妍总贵问这边 还是有提供相关的一些优惠 好的 我礼拜六不是要安你的心而已 我是要让你赚大钱 我是要让你在第四季再赚50% 当你达到赚50%的目标之后 这个年我们就开心了 所以礼拜六下午2点台北厂的讲座 一定要来听 一定要来听 我把这30年来第四季的行情 全部摊开给你看 看完之后你信心有了 我再把会大涨股票 一档一档跟大家分享 不用多了 我说两三季就够你赚了 讲再多 反而是话舍天主 然后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来的 那最直接的办法 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让林天宴带着你做 我们现在给你的活动 你只要花一个月的费用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跟林天宴一起 大赚到农历年 大概有快五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费用 跟林天宴一起 大赚到农历年 好 谢谢何妍老师 好 不管是礼拜六下午的演讲会 或者是呢 一个月费用 服务直到农历年的 这个优惠内容 欢迎听众朋友都可以来电咨询 02-239-239-88 好 今天节目呢 进行到这里 接近尾声 感谢我们华信投股 投资研究部 林何彦总顾问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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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